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章鱼的玩具 哈喽,大家好,我是章鱼 我是乐乐 今天我们来看这个孙渣的懒癌水茶子娃娃 这个娃娃呢,是我当时看到商品的预告 立马就预定了 然后大概在2018年的10月和11月左右收到的 赶快拆开来看一下吧 已经收到很久了 我们拆开来看一下到底是个啥 这个,哦,这是像那种像法兰绒一样的布 它里面好软哦 填充的是那种超软的 我会以为填充是那种颗粒状态 其实你们,哦,好软 真的,这个头发就有点,头发有点像破布一样 不是很精准 可能是影射中年秃头啊 哦哦哦哦哦,你看像那个雷姆一样 那个拉姆,你看它头上有像恶魔一样的脚 你这个比喻我不能认同 都是这萌系的角色嘛 然后底下还有一个大大的标签 这里还有一个小圆筒,这是什么呢 小圆筒,看一下 哦,里面有张画 哇哦 哇哦 这什么 感谢您的购买,蓝水茶玩偶抱枕 为回馈读者负赠价值100亿元懒茶币的代金券 可以在懒茶星球使用,永久有效 哦,哇,画得好精致呢 哇,挺可爱的 研究了一下这个水茶子玩偶抱枕 哦,不对,它应该是学名叫蓝水渣玩偶抱枕 它上面不有一个渣的这个徽章嘛 嗯,背后呢,是用回心针啊 把它和它的刘海 别针,别针,不是回心针 哦,别针,不好意思 不专业 把它头发和本铁连接在一起 拿下来以后呢 就可以 简陋的连接装置 对,就可以完美的实现秃头的一个状态了 就平时 这样完全长得像萝卜精 嗯,平时呢 它是用这个渣啊 把它封印起来了 平时就可以倒 你甚至可以倒过来 就变成一个像裙子一样的效果 还是挺好玩的 增加了新的玩法 而且真的非常的柔软 平时你可以揉拎一下它之类的 都还挺好的 嗯,好,我们把它放回来 啊,李李 它这个内部啊 能看到很多的线头什么的 不过这不重要了 重要的还是玩这个精神嘛 这个小懒癌效果 玩啊,娃娃 而且它的这个剪裁 其实做的还蛮有效果的 有大,有小,这些 可以看出这个孙渣本身的造型的这个设计 其实还蛮经典的 看久了 哎,真的啊,真挺可爱的 嗯,来章鱼帮我把这个徽章给它重新安上吧 好的 这次买到这个懒癌娃 我好开心 而且当时我看到这个消息啊 是在B博上看到孙渣 它更新这个动态 后来我深入去了解一下 它竟然已经被新浪微博封杀了好像很多年了 啊,那我在心动上见到看到的消息是 好像是它的热爱者粉丝啊 用什么AI智能提取 好高级 然后每隔什么多少秒能自动转发它的动态 原来是这样 看来热爱孙渣的人很多啊 但是我是青肚粉 你给你看我 它这些动态我都不知道 随缘随缘粉 对,我只是偶尔关注一下它的消息 但是我也买了一些它的画册 那些同人本 我感觉你还挺多的 你看那时候还拿给我看过 对,我当时真的超喜欢 我们那时候一直研究一直看 研究什么叫研究 就是看里面的小故事 它因为它很多都是讲述在游戏圈里面的故事 还挺有意思的 对,当然了 我只是买了一小部分而已 我在网上甚至看到有人有真爱粉 把它所有的画册都买了 但是转念一想 那不是真爱粉 当时我看到这个消息是 那个真爱粉在二手交易 把它的画册拿出去卖 爱过 累了 爱过 当时了解到孙渣 好像是要追溯到0708年 10年前了 对,它跟漫友的那些漫画家还是什么的 然后后来是怎么才出名的 就是当时那个九成和网易 在争魔兽世界的代理权之争的时候 之前是九成代理 而孙渣是九成的员工 他跟大家宣传说 他在九成工作玩魔兽不要点卡 好羡慕啊 当时我还是学生党 后来九成丢了魔兽代理以后 孙渣就毫无疑问 变成了被裁员的一员 好心酸啊 当时他就很可怜说没有工作了 后来就画漫画起来了 甚至还出了动画 当然了 魔兽那一次也了解到了 除了孙渣讽刺一些网瘾教授的一些作品以外 还有看你卖这网瘾战争 还有当时苍天歌 那个非常专业的职业玩家 当时感觉是百花齐放 出了好多这种魔兽相关的视频小节目 对对对 当时都在发声嘛 大家都在说出自己的想法 我觉得孙渣的作品也是挺有想法的 反正还是挺有意思的 想起来那些青春的岁月 当时除了这些以外 还有一部外国的作品 让大家了解到了 就是南方公园 当时他们那几个四个小伙伴 深入到魔世界里面 他有一集专门就说魔世界 对当死宅 而且暴雪还跟他们合作 给他们就是共享了模型跟动画嘛 当时看得非常嗨 后来我就把南方公园全部都看完了 最近没有追了 也是我感觉年纪大了以后 渐渐的就不太容易接受新鲜事物什么的 但是当时看得真的津津有味的 好那就是本期的蓝水茶玩偶抱枕的开箱 哎呀算了就叫水茶子吧 倒是挺希望出那种多层下巴的玩偶 跟水茶子放在一起 两个人一起搞Gi还是蛮好玩的 可是那种多层下巴的比较噁鱼 好那就本期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好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